第七百八十六集 黑雪丛林 第二天黎明的时候启程 楚阳和魏无言倒是没觉得什么 唯有小丫头楚乐尔顶着两个熊猫一般的黑眼圈 一路上小嘴一张一张的打哈欠 当天上午已经到了黑山口 黑山口乃是分界口 也是整个东南最可怕的一个地狱 越过这个黑山口 我们就真正的出了东南了 魏无言伸手前指声音甚重 楚阳看着前方三角形的路口 沉沉的出了口气 我们楚家在东南不算太偏僻 楚家东南还有一大片地狱 再往东南便是荒无人烟的地方 算起来我们从楚家出发 一直到着黑山口 竟然又走了将近七千里啊 这么说这整个东南 居然直线距离有两万余里 这是何等浩大的一片地方 魏无言淡淡说道 而你看到的东南 连整片上三天的九分之一都算不上 若是从东南到西南 恐怕有十万里路啊 而从正南到正北 那就更远了 楚阳抽了口气 上三天太大了 比中三天和下三天大了 不知道多少倍啊 地方大了好啊 英雄倍出 也热闹 惹了事也好躲藏 所以雪仇的酬金才会很高啊 楚阳哭笑不得 你就想着酬金了 魏无言道 不过 雪仇这个组织的出现 的确是让上三天安静很多 否则 真不知道还要出现多少盗费 楚阳默然 我不这么认为 雪仇的出现 才是让这个世道更加混乱 盗费和雪仇混为一体 接了任务就是雪仇 不接任务就是盗费 如此一来 让执法者更加难办 雪仇 其实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执法者 收拾执法者不好收拾的人 而现在混淆一起 恐怕执法者有时候也无处下手 虽然有一定的益处 但这从一定程度来说 乃是纵容了罪恶 魏无言恶然 梁九点了点头 此言有理 不过也有些片面 楚阳 难道你以为 执法者就真的公正执法吗 穿着执法者衣服 为非作歹的 这个天下 可不止十个八个 这种人远远比真正的 江阳大道来的可恶 执法者 早已经从内部烂了 执法者 早已经从内部烂了 楚阳轻声的说着 眼中目光闪动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所以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混乱了 所以无论如何 这个世界都是混乱的 正因为这世道混乱 所以我们需要有实力 魏无言平凡的脸上 有一种战然的光辉 楚阳 在这上三天 舞者很多 高手更多 而天才比高手要多得多 每时每刻都有天才在陨落 楚阳静静的听着 他知道这是魏无言的感慨 而魏无言这种人的感慨 往往才是最宝贵的江湖经验 九大家族垄断了一切资源 所以天下有九大家族主宰 但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有九大家族这种势力的存在 那就一定有反抗 因为反抗 九大家族也是越来越霸道 所以反抗者也就越来越多 但九大家族就是九大家族 他们底蕴深厚 而且人才辈出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 他们甚至连文字也都垄断 肖家举办金龙学院 金龙武院 招收贫贱子弟入学 学成之后就都变成了肖家奴才 金龙武院变成了打手 金龙学院的变成了帐房 掌柜 伙计 终其一生都不可能凌驾于 肖家外戚子弟之上 其他各大家族也都用同样的方法 收落人才 在外面有很多人练了功夫 却不识字 魏武颜叹息 武道感悟靠的是什么 就算你再聪明 你再是天宗奇才 但你不识字 不懂得什么道理 又能领悟什么武道天道 那简直是笑话 所以九大家族的统治 在这一万年来 还算是固若金汤 九大家族虽然强势 但这上三天却是太大了 九大家族的人 毕竟是很少数 虽然他们可以统治 但是慢慢的 就变得不能完全垄断 于是 从八九千年前开始 就开始了不断的征战 打斗 现在 其实每年过去 征战都会升级 也会越来越激烈 但九大家族 每次都能完全镇压 但随着时间推移 慢慢的 那些闲散的江湖人之中 也有了高手 也有了帮派 于是 这整个大陆就乱了 我们就是其中的那伙人 能够让我们传承下来 发展起来 以身修为能够进步 而生命还存在 原因不是九大家族心慈手软 而是你刚才所说的 上三天太大了 楚阳默然不语 魏无言道 你可知道 你刚才说的上三天太大了 这句话 其中 实在是足够人千万年去体会的 其中 满是血泪无奈啊 楚阳深吸的口气 纵然无奈 可还是要活下去啊 魏无言苦涩的笑了笑 说的对啊 现在上三天为了资源 已经不顾一切 没有什么人以道德可讲 一切都取决于实力 而我们只要越过这个山口 那就是进入了一片乱世 真正可怕的乱世 乱世 没错啊 乱世 这前方 就是东南的黑雪丛林 魏无言伸手一指 山口外 有三千多里方圆之内 全是黑雪丛林 乃是三不管地区 三千里路方圆 三千里路方圆 说起来似乎并不是很大 但仔细一算就知道 用咱们的话来说 那就是一百七十七万平方公里 这是何等浩大的一片区域啊 这里与几大世家接壤 但是每个世家都不敢说了算 也不敢轻易的深入黑雪丛林 这里就是号称东南执法者禁地 这片地域 往东南接触到的是肖家 往正南接触到的是诸葛家族 还有兰家 再往中心深入 那就是叶家 正因为与这四家都有接触 所以四家都不管 这里就变成了完整的乱世 在这片范围里 不知道有多少盗匪 多少强盗 多少各种见不得人的行 相当存在 在这里面 谁也说不清楚 那其中哪一股属于肖家 诸葛家 蓝家 或者是叶家 所以在进入这里之前 你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 要随时准备杀人 或者被杀 在这种地方 纵然是九大家族或者执法者 也没什么面子 嗯 这么说 在这里杀人可以随便了 不错 只要你有实力 但你要注意一点 这里的人 也是最不好杀的 因为你不知道你随手斩杀的一个人 背后可能就有庞大势力 所以在这里面 一旦杀人就要杀个干净 否则宁可不杀 等待下次机会 还有这里高手如云 据我所知 修为不下于我的领袖者就有不少 而这一整片的黑血丛林 其中还有一位 号称绝对王者的人物存在 这个人 占据黑血丛林神秘莫测 这么多年无人知道其身份 但只知道强大之机 魏无言的声音很慎重 也很严肃 甚至有浓浓的忌惮 原来如此 楚阳沉思着点头 心中暗暗的记下了这件事 能够让魏无言不见面就如此忌惮的 其实小可 他想了想 老魏 我记得你说的老巢 也是在这里 魏无言苦笑一声 是啊 我师父就被我安置在这里 其中的一座山上 我为了避免麻烦 一直都是悄悄的来去 我从来不与这里的人接触 他们不知道我是谁 我也没兴趣去了解他们是什么人 楚阳缓缓点头 嗯 一旦有什么变故或者危险 你照顾好乐儿 不要管我 你放心 若是那位神秘的王者不出现的话 以我魏无言的能力 护着你们闯出去 还是很有把握的 老魏 除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你不要出手 我先来摸摸底 魏无言一愣 随即明白 你要历练一下自己啊 这里倒是合适的场所 无所顾忌 能杀就杀 这里是最天然的生死历练场 因为这黑雪丛林里面 什么对手都有 稀奇古怪的兵器 稀奇古怪的功法 甚至有很多 都是已经失传的功法 却会在这里突然出现 而且每个人出手 都只是以生死为结果 对于战斗历练和神魂淬炼 作用 无可比拟的强大 楚阳点点头 魏无言的话 他完全明白 战斗历练 实际上就是生死历练 才能有些作用 一般的日常切磋 只能说是锻炼身体 仅此而已 连杀鸡都感受不到 还历练个屁啊 至于淬炼神魂 更加有道理 这里毕竟是人家的主场 在这里战斗 时时刻刻都要紧绷着一根弦 丝毫不敢放松的 久而久之 对于精神的承受力和神魂的凝聚 都是大有好处 楚阳自从得到第一节 九节建筑的神魂 虽然完全消化 但是距离宁始 完全化为己有 跟自己的神魂意念真正融合 成为无法分割的一体 还有遥远的距离 这里既然如此凶险 正好借这个机会淬炼一下 这样一来 只要自己的修为再做出突破 神魂更加凝聚 那么自己无论是参加万药大典 还是天顶盛会 就都多了几分把握 魏无言一直在细心的观察他的表情 见他从沉思变得决然 知道他决心已定 于是不再相劝 只是提醒 最强大的压力 才能产生最强大的动力 也最能做出匪夷所思的突破 若是你能从黑血丛林一路打出去 你的修为再提升个几级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过你也要注意 你的修为虽然已经算是不弱 但是这里面高手如云 超出你的也不知道有多少 一旦有危险 千万不要逞强 若是万一我救援不及 那可就一切糟糕了 楚阳深沉地看着远方那黑压压的山口 慢慢点头 我知道 这里凶险 对于一般人来说贪之变色 但对于武道狂人来说 却是炼吉宝地 每年都有各大家族的年轻子弟 到这种地方历练 增强实力 不过他们一般都不敢太过于深入 往往只是走上几百里 就会原路返回 其实 这里也不仅仅是凶险之地 楚兄弟 你可知道东南有三宝 万里韬中五股鱼 千年雾中开泄花 黑雪丛林 黑雪藤 第七百八十六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